他们这个海滩实在是太脏乱了 所以他们就要有禁滩政策 那禁滩也需要有诱因 所以后来就说用垃圾来换白米 用白米够吸引人了吧 两年就搜集到真的4.3吨的垃圾 发出去2.6吨白米 这个成果惊人 那近年当地的这个米价又大涨 所以很多的低收入的家庭就觉得 这样可以减少食物开销 很好啊就去捡垃圾来换白米划算啊 但是来来来那这个现在问题还有 这样我们看到菲律宾 他呢积极的想要拉拢东盟国家里面的哪一国 越南 上个月他们有向联合国提出 扩展大陆架的主张寻求承认 他们在南海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权利 结果菲律宾的外交部说 欢迎越南承认马尼拉提的文件 然后还说我们已经准备好 跟越南好好来谈谈了 可是越南现在他眼看着中非两国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你觉得他是不是这个渔翁得利呢 因为如果以水果的出口来讲 越南真的是赚到了 他因此超越了菲律宾 变成中国最大香蕉供应国 这个数据就在这里 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中非两国越紧张 菲律宾越是要跟中国对抗 那么这个水果消不出去 中国自然有其他的选择 那就是越南啦 介大使 对其实菲律宾做这个 就是说争取他在这些 这个所谓的经济水域 甚至经济水域以外的这些 这些海洋权利 他已经向联合国其实申请 其实对照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冲突的是越南是其中一个 跟中国大陆跟我们台湾有冲突 那是必然的 因为大家的主张水域都重叠 对你这个联合国怎么做决定 我不懂联合国怎么做决定 你要自己这个相关的当事方 要先协商 对那联合国画这种水域的 这种所有权 他也有一定的这种原则 比如说你说中线原则 对不对 中线原则另外还有就是说 联合海洋法公约 它里面有就是说 有一些岛屿 它是符合怎么样 作为化界的这个 这些基点 那比如说你说高潮时浮出水面 然后自然形成 可以维持它的经济生活的 这样子的这样岛屿 它就可以作为 海洋法规定 它就是说可以划测 领海基线的基点 对你这个太平岛 它就可以划测领海基线 而且再往延伸 你还可以划测什么呢 你还可以划测经济水域 200海域的专属经济水域 那你可以找到别的基点的话 那你再延伸的话 它更大水域 所以它联合国是有 海洋法公园是有一些 很明确的规定 不过这些部分的话 现在你领土是一个冲 你的领土状态是一个冲突的 是一个再怎么样 有争议的时候 联合国人怎么做决定 不可能嘛 不可能 那现在就是说 菲律宾跟越南之间 有过雨夜冲突的 也出过人命的 对 那菲律宾碰到越南 越南可是就出手了 不客气了 对 你菲律宾想要去越南 那时候越南可是 它不敢手软 不会手软的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递出了这个申请 那我们两边先来协商 你光一个中叶岛 对不对 你怎么定位它 你中叶岛是不是可以作为 领海划设的基线 你外面外扩12海里 最后外扩200海里 作为专属经济区 那就已经划到越南 搞不好划到越南的海边了 对 所以这些问题 它也要跟越南谈 它是策略上 它就说 那我先跟越南谈 我承认越南在这边有海洋 主张海洋的权利 而中国没有 中华民国根本不要谈 因为现在 从蔡英文你叫他去太平岛 他都死 你死不去 何止是他 他们都不去 那个王八千 他还说 这个时候去对我们最不利 最不好 什么叫最不利 你的领土还有什么 最不利的保护时间 最有利保护时间吗 领土主权是绝对不能妥协的 这些人还搞 还在天天讲主权 主权放在他眼前 他都不敢去保护 所以这个是一个 蛮复杂的问题 那菲律宾事实上跟中国这样闹下去的话 他当然他商业利益一定受损 现在他又撕票 绑架还撕票 谁跟他做生意啊 对你要换的别的国家 没有跟你做经济制裁就不错了 对不对 你这个政府 你对这个撕票绑票 发在你境内 你没有个交代 根本就是贸易抵制了 还跟你做生意买什么橡胶 橡胶全世界多得很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菲律宾 又回到他的政治的传统 就是家族政治特权政治 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啦 首先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画面 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大陆的福建建 在今天海试了吧 第三次海试 真的是超赶的 这个现在呢 你看到上一次海试完成 不过才二十几天前的事情嘛 今天我们就看到 而且甚至呢 有人就说 看到这个福建建 在第三次海试 到底是要试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格外的受瞩目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呢 就看到有相关的讯息 有这个军事民也非常的关心嘛 然后呢 就有这个说 是网友po了影片 说甲板看到建载机以及加油车 好这个网路上的这个影片 你刚刚看到1分47秒 然后他慢慢的从 上海加载造船厂的这个码头呢 驶出 那因此大家就看到 哇这个上面到底有什么啊 然后呢 有什么建载机对不对 但是这个建载机是模型吧 有人说不对不对不对 是真的建载机了 所以在今天这个海试 是要来试试看这个建载机 要在福建建上来起飞吗 来我要先请教我们的这个帅将军 您看到这个画面 然后大家就在想 到底有什么会是什么 请教我们的专家帅将军 首先啊 海试的间隔越短 就代表前面的制造跟训练跟操作很顺利 如果你在海试中间发现重大问题 那可能下一个海试叫拖很长 你要解决它的问题 对 那换句话说 它前面做的还蛮顺利 就表示第二次海试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嘛 它就很快可以出来做下一个阶段的科目 那现在的科目就代表飞机上船 上船它有加油车 那就船上的战斗机的加油 因为战斗机出去打完仗 回来马上就要加油 所以这个是不是 已经开始进入到舰载机的起降 因为航空母舰的战力能发挥 就靠战斗机能够起降 对不对 战斗机起降就是基本战力 那如果你飞机起降都不成熟 这个航母是没有用的 航母要有用 全身船的动力船的操作没有问题 电力系统没问题 现在当然是最关键的就是起降的问题 因为起降问题解决了 那么起降问题有没有看出 飞机有没有问题 飞机的起落架 给你船上的这个拦截钢锁 给你这个电动推送出去 这些东西都要经过很有一段时间的演练 机器要好 动力要能控制 驾驶员要配合 指挥 调度要配合 那这个科目很多 我看过美国航母那个舰桥里面的那个操纵员 桌上一大堆像玩具一样的 黄的飞机 绿的飞机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那个图钉啊标示 这个飞机到哪里下面怎么起来 那是很繁复的操作 那个战管 因为航母要打仗的时候 他就要性快飞机很快的就出去 编的队就出去接战了 这个调配 甲板上的调配 哪一架走什么航道 到什么stand by的位置 机库里的还有一批飞机要起来 那也要升降机要配合 所以美国的航母经验已经几十年 中国大陆要集体直追 所以这个训练不可能很快就完成 它一定要加紧 所以你看它日夜赶班一样 前面才下水 后面接着还是 还是玩了第二次还是 所以福建舰 大家对它都期望很高 但是你要想它真正成军 还有一点时间 因为这不是广航母本身的问题 还包含路上 你到底是哪个机型要进来 空警机要下来 前三十五要进来 前三十一要进来 还是前十六要进来 那每个机种都要能够适应调度 所以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看到明日之心的 因为这个成功以后 第五条的定案也就定出来了 第四条就定出来了 因为海事里面就是得到各种参数 那我这样的动力 我能产生这么的结果 我要进一步改进的话 要怎么做 而且下一步大家都在 可能指望是核能 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军武 大陆的军备的确超过我们态度 这是蛮隐忧的一个 但这就是事实 事实就摆在眼前 对不对 17年来 它的国防预算是我们的17倍 因为今年我们国防预算增加了 所以减成12倍 但是你想想这20年来的17倍 那累积出来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两岸的军武军备是没办法比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